Hi Wightime的酒小鬼 Wightime的酒吧吧 我們看到後面的樹是橄欖樹 為什麼要說橄欖樹呢? 其實在地中的地方種橄欖樹是最多的 是很適合的 現在要說橄欖樹 因為現在我們進入橄欖樹 所以就說一說給大家知道這個橄欖樹 道法其實跟釀酒是有一點相似的 它取收的時候是怎樣取收的呢? 它就會移屈搖一棵樹 令到橄欖掉下來 橄欖掉下來 然後拿掉之後 它就要用模式去壓榨它 好像做葡萄 對 壓完之後 它就將剩下的放在一個地方 讓它慢慢用油和水分離 分離完之後就完成了 這樣也有分級了 你知道嗎? 有什麼級呢? 不知道 其實也有分級的 你會看到村邊有些比較貴 有些比較便宜 這些橄欖油是由一些獨立專業的品油絲去平出來的 最高級的是特級初榨橄欖油 Extra Virgin 它是有一些最好的橄欖去炸上而成的 在炸成橄欖油之前 最高級的特級初榨橄欖油 最高級的特級初榨橄欖油 都有分質量 以下這三種就是最高級別的橄欖油 第一個除了是標誌Extra Virgin 它還會標誌是一個DOP 這個是原產地保護 跟葡萄酒的分級就有點相似 第二個是有機特級初榨橄欖油 最後一個就是前面和後面的兩者的橄欖體 關於橄欖和更多的資訊的話 請留意我們的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Yeah Bye 記得在YouTube上輸入酒水當下 然後按訂閱 或者追蹤我們的IG 記得追蹤我們的Facebook 然後按搶先看